针对101大楼 严理规则 未来任何团体 使用101广场都要申请 法律学者呼吁 要优先保障人权言论自由 如果管理规则 涉及到言论审查 就无法接受 也不完全是市政府的敌 所以变成101是有权利 定一些管理规则 101广场到底该怎么管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101有权定定管理规则 但法律学者认为 保障言论自由敌優先 101他们在整个管理上面 如果涉及到了 整个言论内容实质上面的审查 包括了展板里面的文字 他们都要进行审核的话 那当然是绝对没有办法 被人所接受的 101大楼广场前 爱国同心会成员 曾用脚踹伤法轮功学员 用中共五星旗攻击记者 以及民众扰乱现场秩序 如今101算是为了解决冲突 打算制定管理规则 但学者认为 正本清源之道 怎么样让一个合乎宪法 言论表达自由的 能够在那边自由的呈现 不要让台北市的地标 成为一个审查言论 会成为国际上面的大笑话 学者认为世界各地景点 都有民众 针对不同诉求进行自由表达 台湾遵守人权价值 也呼吁政府拟定相关规定时 要仔细审思 新唐亚电视 林家伟 张苑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文字 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